小S今天以席地想聊 睽違多年入圍金鐘獎 姐姐大S身為製作人 卻沒有要出席的意願 不可能會跟我一起出席金鐘 可是他那天提了一個 很奇怪的idea 他說 我覺得歐巴可以 跟你一起走金鐘的紅毯 我說歐巴陪我走金鐘的紅毯 然後咧 難道每一個獎項都要請歐巴出現嗎 我說人家歐巴也是個 那個堂堂大明星 他自己又入圍 他們跑不去 他就是不想要再曝光在眾人面前 他說他會緊張或什麼的 他請歐巴帶走 對 可是我覺得 這個不適合歐巴 我覺得 對 很怪 而日前同樣入圍 綜藝主持人醬的吳宗憲 表示自己不知道 小S回到綜藝圈 小S也對此大方回應 沒差啦 因為他現在應該比較 care那個卡拉洪天蕾吧 他很care 他應該沒有在follow的事 然後憲哥講的對方有選擇 當然沒有啊 因為憲哥本來就很喜歡講的那個有的沒的啊 他很刺激你跟一個A 要開玩笑 我們私下沒有私教 這次綜藝節目主持人醬的對手 還有就愛黃紫嬌 至於曾寶怡則是入圍生活風格 節目主持人醬 三人將在電力上的同台也引人注目 可是我們已經在某次金馬獎 不是已經cue過了嗎 我是怕我cue了 然後別人會說老梗 你說得獎的事 我卻不是嬌嬌是不是 我覺得最氣的人 應該不會是嬌嬌吧 應該是憲哥吧 我們真的又有憲哥神奇的畫面啊